前人就說 四個字 修道 遲哉 而已 只要修道遲哉而已 後來上尾班呢 院長大人 就道談 問前人說 你知不知道你的病名是怎麼好的 那前人就回家說 遲到 院長大人就說 上天知道你犧牲了家業 來台灣開光 犧牲家業來台開光 所以呢 特別是為你家秀兩季 這兩季 他季是二十四十二年 他季是兩季 他兩季到我們二十四年 所以說在四十九歲的 好難生長啊 在四十九歲的時候 會在幾年都 幾年四年 再加上他呢 上天會他家秀的名字是四年 所以他在八十一年的時候 五幾人中 那醫生也檢查不出病人 所以他不是 在他原來當中的直腸癌 醫生沒有辦法判斷在那裡 小年七十七歲 剛導致嚴重了二十四年 所以我們修道 是不是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對不對 這是一個天生完全的指定 或許我相信在四位前賢的身上 一定有成功成前進的前賢 因為修道來改變命運的一個實力 這些都是讓我們一個借鏡 一個借鏡來警惕我們 說我們真的要好好地修道 我們要深信不足 師尊他怕我們 就是怕我們失去信心 就曾經說 修道應該是打不退 罵不了 但你們都太過於安的 太過於順境了 只是遇到一些小小的憧憬 小場面小錯的 就怨天有人 不能任命 那什麼是任命呢 就是認識你這一 遇到的這一些順境 是每生每失以來 所犯的罪過錯 會每合成的一緣 不是只有三年 三年就可以了解 有的人他要做一生一世 都未必能夠了解 人啊 無業不轉人 可是你們卻是業受神保 師尊殺人 他講的這樣子一段話 他是生怕我們 走到我們的心 無道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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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段話 哭到的 所以我們就要記得覺悟 我們就要覺悟 我們就要覺悟是我們趁 我們在做靈心裡來吃 趕快修半道 趕快努力的去行動了願 用我們的真心來修 才能夠得到真心公子散 這樣子呢 才能夠得到我們德性的厚度 才能夠 找到消瘟界裡面 找日 從 右到輪迴裡面 脫胎上 那 各位健協 我們就收到 有沒有心心 有 如果有心心 我們大聲就算 有沒有心心 有 嗯 很好 我們有心心呢 我們就要知情合一 來行動力的 這樣子呢 再開卡丹的關 天啊 最小 來改變 才能夠 搜尼生 這次輪迴 早日 回到我們獨棋裡 天 那後懸 也將 跟各位前懸 共同師 那以上呢 如果有講的 不好的地方 做改正能力的地方 後懸 那 請 請 各位前懸 給以後懸 多多的執政 跟發財 那後懸 最後呢 就是 祝各位前懸 出事 禮包公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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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авайте参 thành方强站 参verse 我们奂会参访 谢谢大家